阿君 你先别弄了 快点 哥 干嘛呢 先别弄了 走 我们 你怎么晚上一会儿呢 我们回乐山去 就现在 好不好 你舅妈在那呢 没事 我们悄悄地走嘛 你看 你怎么过来的呀 舅妈就在那门口坐着的吗 她没看见我 好不好 走 我们回 不是真的走啊 对 你看 不良的话你舅妈一直不同意 然后你看杨哥过来 她又赶着杨哥走 所以说我们这次 就给她一个教训 好不好 跟着杨哥回乐山去 等她什么时候 自己反省 好了 我们再回来 好不好 阿君 好吧 真的 那还有一包柴 我先把那包柴不过来 我们马上就走 先不弄了 都 没事 我们后面过来弄 你先去换衣服快点 我给你买的那些衣服 就带上就好了 好不好 真的啊 对 快点 什么都不说 不用说 走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 但我没想好 没事 杨哥替你想好了 好不好 走 快去准备衣服 快去准备衣服 杨哥在车上等你 好不好 你先在那边等啊 好 阿君 这儿 要拿了啥呀 你拿了啥呀 来 给我 啥东西啊 阿君 拿一点给你的爸爸的 好好对 我也要拿一点 我再来 我们那么着急地走 不用拿吧 你先上车好不好 走 阿金 你抓好 杨哥帮你推 好不好 来抓好 杨哥 你看这里好多小朋友呀 然后你为什么到我到 这全是小朋友的地方来玩 因为 你也在杨哥的心里 也是小朋友呀 你看 这边的小朋友 是不是多可爱 你看 他们想玩什么 都有 对不对 对 对 你喜欢男孩子 还是喜欢女孩子呀 我都喜欢 是不是 对 那以后你看 像我们对不对 把小孩带到这儿来玩好不好 杨哥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我想表达什么呀 老是为你小孩 是不是 对呀 因为杨哥比较喜欢小孩 所以说 要不 我们也要个小孩吧 阿金 你觉得呢 可以呀 可以吗 好 这是你说的 对不对 对呀 你看我都 可以 杨哥 快点 那前面 我感觉好漂亮 你帮我拍几张照片好不好 前面吗 对呀 好 走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是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阿金 你干什么了 杨哥问你个事好不好 我们今天 要回去吃饭 还是在外面吃呢 没关系 都听你的 都听我的对不对 要不这样吧 我们今天就不回家了 好不好 我们就在外面吃嘛 因为你想想 我们今天才过来 你回去肯定会紧张 肯定不能好好的吃个饭 就在外面吃 就用今天就不回家了 好吗 都听我的对不对 好 那走 我们差不多了 走 走 走